我們很喜歡那種撞擊 像他那天如果是這樣挑我瞎巴 其實我們那個鏡頭我們幾次 我們每次挑每次都 好喜歡 好好好 我知道你是屬性 我內心還是愛著你的 你第二次當姐妹了呀 一家人的姐妹 而且我覺得那個熟悉度 對我對齊戲來真的就是 會比較快進來就這樣看 然後那個情緒的丟接 你就會覺得 像我跟宰哥隊就可以 我們會恩待了十次再跟你說 因為我跟宰哥隊沒那麼熟嘛 對 是因為你的台詞沒那麼多好不好 沒想到我在講耶 熟悉而且要互相喜歡 就是我們都很喜歡對方的這個朋友 然後又有這個熟悉度的時候 我真的在演戲的時候 你就會放開眼 本來沒有這麼多動作 但是我就是想要去對他狠一點 就撞他頭髮 或是把他摔啊 然後或是弄我的下巴什麼 對 我有問過他啊 你說可以啊 那我們知道互相底線的能力 就可以做這些動作 那萬一遇到不熟我就 就被罵神經 對啦 不行 我覺得這樣不好看 沒有我們都直接 來啊 還問 對啊他還問我說 畢姐我可以 神經病啊 還問就來 你想幹嘛就來 這兩位回來之後 我就瘋狂的滾山坡 跟宰哥都還好 但我覺得最倒楣的就是伊正哥 因為他真的是躺在那個爛泥巴裡面 然後我們兩個必須要當屍體這樣拖過來 昨天就是在戲劇的工作 山區裡面 那個七個半小時就是完全失溫 雨又很大 一躺下去全都失頭 那一場戲就連拍七個半小時 所以後來就是會失溫嘛 會一直搭走 我第一次看到就是 少奇哥這麼頹廢的廢 他的廢林是生無可憐的廢 前幾天有播出 他們是好像外景是在泳池裡面 然後本來想說泳池耶 那這個時候應該是都是借得到溫水泳池 結果一到現場 借場地的時候誤會了 結果沒有溫水泳池 然後他們就全部 前年過小是溫水 因為我很怕人 對 結果是在陽明山上的游泳池 那旁邊是溫泉 我們是在冰池裡面 他們是拿那個水桶 就是一咖 就是到熱水 那溫泉 趕快我們身上 太冷太冷 那心臟不會到味 很熱的 就是泡完溫泉 後來我們不是想要去 那應該是太冷了 趕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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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的角色 你一定會每每每都會伸 也省了一點錢 蛤 可是我不想 我想花錢啊 因為你都不給我機會去治裝 我真的快瘋了 所以你只能穿牛仔褲跟那種 就是 對 可是你可以穿大外套耶 在地上吞的那種 嗯 可以穿大外套好好 我就想要在棚裡面規服